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周曾经一天之内两辑 分析中国由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争 有三不会 不会将人民币贬值 不会沽出外汇储备一万几千亿的理债 更加不会你增加我关税25% 我会增加你25%甚至更多 你向我1300多项进口增加关税 我又同样向你反击以牙还牙 是不会 分析理由很简单 中国在贸易战中置不在此 中国是在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 向全世界明确表态 中国全力支持环球一体化 中国全力支持和领导世贸WTO的规条 是鼓励全球出口国 如日本、韩国、澳洲、德国、英国 甚至整个东南亚、非洲等等 是与中国联合在一起 将环球一体化 以及环球自由贸易发扬光大 我上星期分析得非常清楚 中国图谋的 不是当前出口入口的利害 而是身怀大致的愿景 从五千多年来中国的闭关自首 融入国际市场 将中国的金融、投资、商贸 甚至乎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 融入国际市场 在金融方面先将人民币逐步国际化 逐步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抗战 在这方面的一连串动作 本蓝上星期那一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不再浪费时间 在投资方面最明显的是一带一路 沿途六十多个国家 将过去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欠的钱 加上人力、物力互为互利 在商贸方面 习近平明显在上星期博鳌演讲 他不跟美国增加关税 还相反减低汽车或自行车的关税 这是最强硬的反击 不是说你加我二十五、我加你三十 你一千三百项关税 我一千五百项 不是这样去对抗性 这个动作很多媒体 尤其是反中媒体还好笑 说中国终于肆虑了 都说了 没问题 怎么说任你 聪明的人知道真正解法 金融无间道的看法相反 这正是打在美国的伤口 你增加我减少 这是与美国打对抗 你伤害全球环球一体化 我相反而是你气我取 还向全世界的出口国家 包括很多是美国的盟友 争取他们 埋埋这个团 环球一体化的团 到现在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不理自己国家的利害 你给我一块肚子便走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在贸易战中中国的策略 在政治体制方面 习近平在十九大已很清楚 三反四次说 中国现在的政制是当今一个全新的政制 不是共产党 是现代化的社会制度 非共产又非民主 因为两个都有好处坏处 是适合现代社会 互联网社会 资讯发达社会 的中国式社会制度 他事先声明向全世界 当然很多人是牛皮灯笼 有理说不清 这没有问题 人各有志 这个贸易战争是来得正好 对美国在外交的延迟之中 中国是非常强硬 奉陪到底 但在行动方面 一直都对美国留有余地 等有些空间让他下台 如果需要下台的话 他会打到美都不出奇 金融市场当然是对美国和中国的每一个动作 反映在市场价格上 尤其是汇市 所以这件事还未有结局 暂时汇市也好 股市也好仍然有波动 在以上分析的中国大前提 中国最终的目的上 中国除非逼不得已 一定不会用冲动反击的招法 像武林高手 对方一走来 那些去招、花招、眼尾都不用提 高手来说 随便虚放一招打两下就算了 看定定才出招 更加不会出绝招 更加要等那些围买一堆 来看热闹的人群 即其他国家 希望他们站在自己的一边 其实中国还有一个愿景 是想最终成为武林盟主 不好意思 我看武俠小也看得太多 是领导武林 将美国这多年来的霸权盟主踢走 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盟国支持 只是中国一定办不到 好像麦当纳在演唱会上 I cannot do it alone 要达到这个目的 现时来说 绝对不可以用那些三脚猫的功夫 或者下三银的功夫 好像人民币贬值 孤仇美宅这两招 我说得对不对